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息倒挂的现象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 有关于美国国库债券直利息倒挂的造妖镜的问题 对了 因为利息倒挂的确是经济衰退的一个造妖镜 从过去二战以来经济的数据 债债几乎都非常的准确 所以你要盯住今天的节目 我们来看第一张史莱 这是正常的跟反常倒挂的直利率两个图 请看这个上面正常的 正常的话 一般来讲 美国的国库债券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利息的时间到期日越长 当然你的利息就越高 正常的经济的发展本来就应当如此 对吗 因为经济有动力持续的对外扩张 你跟我的工资增加 进一步就会创造正常良善的通货膨胀 进一步增加利息 所以非常的明显 到期日越来越长 当然利息就越来越高 但是 什么叫利息倒挂呢 那刚好就相反 请看这一张图上面的利息倒挂的图 刚好inverted就跟normal相反 这种情形呢 仔细地讲 那就是短期的利息 时间 国库债券一年 两年的国库债券 利息反而比长期债券的二十年三十年还要高 这种情形怎么会这样发生呢 只有一个余虑 那就是对未来经济有可能雄市的现象加剧 因而对整个的市场非常的余虑 因而强短期的现金 愿意付更高的利息 来满足现在企业体的不断的资金的运作 因而推高一年两年的国库债券的利息 倒是长远的利息 二十年也好 三十年也好 前景并不明朗 少于刺激 所以利息不高反跌 这也非常的现象 这种现象inverted 倒挂的现象 通常是发生在对未来整个经济有衰退 而且进入雄市的余虑 所以现在从俄乌打战以来 2月24号以来 已经一个月 一个月以来 整个美国的国库债券 就是inverted 就是倒挂 所以市场非常的非常的不平安 短期大家抢现金 能够让自己的企业体继续的营运 因而放弃了中长期 因为前景并不明朗 所以这张图就给你解释到为什么倒挂 那我们从历史为鉴 我们来看看 二战以来有七次利息倒挂 七次的利息倒挂 每一次倒挂都非常的几乎精准的预测到 而后的六个月到九个月 进入recession 进入衰退 所谓recession的定义就是 两季的GDP比前一季更加的低 因而进入recession 从股票的运动图的定义 那就是进入熊市 最高跟最低 跌超过20%以上 这是过去二战以来 有七次利息倒挂 长期利息低于短期利息 你看看这张图 在这条线以下 零以下的 就是利息倒挂 从1969年打越战开始 74年打越战的最高点 打越战之后的78年 雷根总统的81年 进一步 89年也一样的 再一次是2000年.com 再来是2006 在08年前 08年全球金融风暴以前的一年 2006年 都有这种利息倒挂的现象 利息一倒挂 而且不断的没办法自拔的时候 这阴影六个月到九个月之后 就是进入衰退 衰退通常是九个月到一年左右 都是一年左右 那这一边呢 有一个2019年 也有一点点利息倒挂 但是进入我们整个的疫情期间 所以一般来讲 在过去华尔街 就不把2019年定义为经济衰退 不过历史为鉴 你可以看得到 当短期利息高于长期利息 持续在这种现象当中 无法自拔之后 的六个月到九个月 每一次非常的精准 都让我们看到经济衰退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那经济衰退之前 后又有什么关联 跟你跟我的整个消费的动力 跟信心指数 情绪有什么关系呢 又非常的吻合 当利息倒挂的时候 有一种现象也会跟着来 是什么现象 那是消费者的情绪 跟愿意消费的动力不足 你可以看得到 刚刚七次的整个的利息倒挂 非常的吻合 81年 89 2000 2006年 甚至到 2019年 都是历史上 你跟我消费的情绪 sentiment最低点 所以也非常的明显 利息倒挂造成的影响是 你跟我看整个经济的环境 非常的不景气 因而不愿意消费 不愿意消费的话 就少加油 少去旅游 少shopping 还有少整个的社区经济的活动 少创业 少雇佣员工 进一步 经济就慢慢的减缓了 所以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对你跟我 必须小心的来看这件事情 进一步 下一张图 那利息倒挂 跟你跟我的股票 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关乎你口中的现金 你可以看得到 利息倒挂之后 通常六个月到九个月 一样的股票会大跌 股票会大跌 这又是S&P500 跟利息倒挂的一个相关图 刚刚讲的1969年 越战刚开始的时候 利息倒挂 这蓝色的图 股票就大跌 1974年 第二次利息倒挂 股票也大跌 1980年 81年 雷根时代的时候 油价 大涨的时候 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 一样利息倒挂 股票也大跌 89年 又大跌 不必讲2000年大抗 一倒挂也大跌 还有2008年 因为2006 07的利息倒挂 因而股票一样大跌 当然 最近这一次 不算resection的2019年 当然在2000年3月 跌了40% 样样从数据历史为鉴 都非常精准地预测到 利息倒挂 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利息倒挂 造成消费者的动力不足 进一步 造成经济慢慢减缓衰退 进一步 股票就中跌了 所以你必须在这一季 仔细地盯住利息倒挂 到主播我进入到studio 还是有利息倒挂的现象 并没有很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难怪 无论是联储局 都常常在这几天放话 要加重加码 加快加利息 业轮财产也一样地 持续地加重语气 要控制通胀 意思就是要加快 加重利息 因为利息的加增的话 会让倒挂的现象 有一点减缓 但是不要忘记 利息加的话 一样会对需求 需求会压低 一样是一刀两刃 那你跟我在利息倒挂的时候 仔细地观察 但是你跟我应该如何做呢 我觉得一样的 从年初 我一样的consistent地建议你 必须在一季跟二季的时候 这次虎年的下山虎 你必须小心而谨慎 整个市场很chappy 并不好看 但是你要选好的股票 所以第一个 你要有现金 第二个 你可以买 但是买discount股票 10%20%跌幅 好股票 龙头老大 而且它有分发股息 非常重要 因为它有分发股息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买回它自己的股票 增加股息 这些都应该在这段时间 减一些好股票 能够分发股息 放在你的篮子里面 第三个 持续的参与 为什么呢 请看右边这张图 这张图就是正常图 在经济正常的时候 the yield curve 是正常的往上 当然你就正常投资 如果flat 你长期跟短期的利息 非常的平的时候 你就小心地投资 当然现在就有一点 your curve inverted 就是倒挂的现象 在倒挂的现象 就是我所讲的 熊市的情形会加剧 你要选好的股票 不要看整个势头 因为一样的 在这种choppy的市场当中 你要选discount 各行各业 分发股息的好股票 而且这种情形 可能会持续地 到第二季 到进入暑假都是这样 我讲过了 一季二季 一定要让它过 因为市场在波动当中 三大路障 还没有解决 哪三大路障 第一个就是加息 第二就是打仗 第三就是Omicron的BA2 亚型病种 在亚洲产生生产链 停工的问题 这再再要让时间 打横之后 市场打横之后 在第三季 第四季 才有办法 慢慢地解决 特别下半年 我讲过了 5G AI 希望能够推高市场 增加生产力 到目前为止 记得 你要选好的股票 不要看 不要看很多市场 变动的 恰比的势头 选好股票 放在你的栏向里面 持续地在 eo curve inverted的现象当中 继续地往前推进 希望上半场 我的分享 你会满意 我们停在这边 休息一下 我尝试着在下半场 回答你三个问题 我们等会见 我是哈文倩 认诚好 好老师 欢迎回来 记得上半场 谈到的是 利息倒挂 利息倒挂 是整个熊市家具 但是并不要紧张 只是家具 还没有正式 进入利息倒挂 整个持续 推演下去 所以你必须利用 这个时候 在市场波动当中 你手上握有的现金 持续地进入市场 买一些 discount 有分发股息的 好股票 放在你的栏项里面 希望上帝 给你聪明智慧 持续地布局 第二季的投资 第一个问题 美国这次的通胀 跟70年代 有什么不一样 相同的地方 是不是会重蹈 停滞 停长的 覆辙 我们先讲 70年代 是什么现象的通胀 70年代的通胀现象 是因为 以阿战争 美国 站在政治的立场 支持 以色列 因而引起 中东的 沙奥地 阿拉伯 周边的国家 对美国 跟西方国家的 石油制裁 因而提高油价 原本 一块钱一桶 涨到 9块 10块 11块 12块 所以从 73年 一直持续到 77 78年 那时候 就造成成本的增加 进一步 能够造成 整个很多工厂 就持续倒闭了 但是 还不打紧 第二次石油危机 持续地从 79 80 81 因为伊朗的 劫持人质的危机 因而 再一次地 造成石油的涨价 持续地造成 8182 8384 再一次地 经济衰退 所以两次的 石油危机 造成通胀 主播我记得 当时到美国 一年的CD 22个percent 所以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第一个 当时的现象 就是石油的危机 造成成本的增加 造成通货的膨胀 因而 70年代 经济的学家 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 就是像一个漩涡 漩漠一样 慢慢地旋在那边 成本增高 但是经济下滑 这种现象 是当时70年代的现象 但是这次 我们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 疫情 2020年的 1月2月开始 造成的供应链 4月份 俄乌战争的战争 石油危机 这一次呢 是战争通胀 所以极其的复杂 不仅是疫情通胀 第二 也是战争通胀 因为这一次的本质 是有一点不一样 如果疫情没得解决 当然交通链 供应链 还有生产链的问题 就没得解决 没得解决的话 当然持续会通胀 第二个 打仗的问题 也要解决 打仗是supply的问题 供应不上来 当然石油价钱会高 但是你不要忘到 因为中国的lockdown 疫情期间 需求又降低 所以波动就很大 所以这一次 的确不太一样 所以经济的 整个scenario 后面的整个情境 也并不一样 所以如果疫情没得解决 整个经济就没得 恢复正常 第二 打仗没得解决 加上打仗通胀 也一样增加成本的增加 所以这个只能在 时间慢慢推移当中 今年的下半年 明年的低剂 第二季当中 才会持续地解决下去 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 那整个的股票呢 股票非常了得的就是 过去的两年 无论新的经济 用科技来增加生产力 或旧的经济 无论各行各业的 VTeller 也善用科技 也善用科技 来增加它的生产力 在过去两年 股票的市场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因而 你跟我挑股票 一定要挑 能够抗议 抗战争的 好股票 这种股票有吗 非常多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挑 一样选好的股票 不要看势头 这一点 能够帮助你 在这段期间 持续的 挑好股票 推展你自己的投资 好 我们到第二题 俄罗斯用卢布结算 令得 他能够反思 是否会影响到 美国的美金大主地位 短期不会影响 中长期 那可能可以慢慢观察 实话怎讲呢 我先讲what 好了 因为俄罗斯用卢布的结算 这种针对欧盟国家 比较重大 第二 他跟印度的整个石油购买 也用卢布 因为印度突然在上个月 增加了他的购买石油的采货量 1300万桶 去年印度1600万桶 他一个月就几乎采购了 一年的整个的进口量 也是用卢布 那进一步 如果中国 习近平主席 下个月 访问沙奴地阿拉伯 结果签了合同 这点有待观察 用人民币结算的话 这一点 在短期内 当然有警示的作用 是一个signal 什么signal呢 就是 美金石油 石油美金的整个全球的霸主地位 占全球几乎70% 石油以美金计价 慢慢地会降低 但降低也不会降低得太快 因为只是一个现象 因为现在在打仗 当俄罗斯反制的时候 俄罗斯的卢布 对欧洲有一点影响 那当然印度现在有 那中国又跟沙特阿拉伯 要签合同 但是短期内 并不会撼动美金霸主地位 再来第二点 美金现在因为要加息 美金你发觉到 有慢慢变强 所以全球的美金 就回流到美国来 这一点对股票市场 有一点帮助 有一点帮助 所以短期并不会撼动 但是中长期 可能慢慢地会撼动 其实这种现象 不是现在开始 2003年的时候 当小布希总统 要打伊拉克的时候 当时伊拉克的狂人海珊 在2002、03的时候 他的石油出口 就是以欧元结算了 所以当时欧元结算 当然美国的霸主地位 当然又被撼动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不高兴 当时把海珊打倒了之后 当然又恢复 整个美金石油的这种现象 所以这时候 当然事过境迁 15年之后 又过来这样 但是短期内并不会影响太大 中长期 我们就慢慢有待观察 我们来看看第三题 美国释放战备石油的储量计划 是否有助于降低油价 我认为不会的 我认为不会的 第一个 美国 我们拜登总统 非常出于善意的 政治性的释放 美国储备战备原油 100万桶 一天 但是一天全世界要用的是 100 million 就一亿桶 所以一亿桶跟一百万桶差 大概只有1%而已 所以这1%不能撼动 全世界的石油的用量 天然气更是低了又低 重点还是在天然气 还不是石油 因为欧洲 大部分用俄罗斯的是天然气 占40%以上 有的国家占100% 所以美国的释放原油 只是一个善于政治性的操作 但是对油价影响并不是太大 总的还是供需的问题 当然快进入第三季 整个暑假 所以油的用的情形 会慢慢的舒缓 但是油价最重要的 还是供需 供 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二大生产输出国 没有办法能够取代 需 只要需求一样增加的话 事实上油价也有可能 维持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要晓得 中国的lockdown需求下跌 surprise减少会上涨 但是上涨下跌当中 我觉得在100块钱上下 会持守在这个地方 到第三季 这一点你可以工作你的参考 但中长期来讲 新能源的取代 还有电动车 慢慢的会让石油的价钱 会慢慢的下滑 回到60块钱一桶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 当然你的依靠在哪里呢 我一节圣经能够帮助你 你的依靠在有盼望的上帝 The God of hope 在罗马书15章13节这样的讲道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出版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让你有盼望的不是股票 让你有盼望的也不是你的工作而已 让你有盼望的是爱我们的上帝天父 愿意在这一段最艰难的时候 最难处理你自己生活起居的时候 愿意赐给你盼望的上帝 继续带你往前走 再次的谢谢你 能够收看我们财经趋势 愿意今天我们讲到利息到挂的现象 这是一个美国经济的一个照妖镜 希望对你有帮助 赐给你平安 Howard Chen 陈上豪 郝老师 财经趋势 我们下次见 关注财经趋势 请按下下面订阅按钮 你如果要看更多的财经节目 请点击旁边的节目 赞助我们公益的优势电台 请上 uchannel tv.us